在剛剛過去的週末比賽,有兩球關於越位的入球 今集球尼分析想和大家分享下 虎口婆心感重複 身處於越位位置並不觸犯球例 球證要用三條越位犯規條例 干擾比賽、干擾對方球員 以及利用身處越位位置而玩球或干擾對方球員 去Proof該球員是越位 首先第一條是西甲巴塞對基羅納比賽 當時拿傑迪錫長傳 長傳一刻美斯處於越位位置而蘇瓦雷斯沒有 蘇瓦雷斯順理成章去皮球落點接應長傳 但身處越位位置的美斯沒有停步表示沒有參與進攻 反而在蘇瓦雷斯旁邊向前跑 但方向並不是去皮球落點 最後蘇瓦雷斯球不著地傳給美斯 當然蘇瓦雷斯傳給美斯這下沒有越位 但拿傑迪錫 傳那下美斯雖然沒有碰球 但繼續向前跑有沒有犯到越位條例呢? 這球是一個好好的例子去解釋身處越位位置並不觸犯球例 美斯雖然在越位位置,但他沒有犯對任何一條越位條例 一是沒有干擾比賽,沒有接應或接觸尤其隊友踢出或足球的傳球 二是沒有干擾對方球員 美斯沒有阻礙對方球員視線,亦沒有與對方球員爭奪皮球 亦沒有近距離試圖接觸皮球去參與玩球 因為美斯根本沒有跑去皮球落點 最後亦沒有作出明確動作去影響對方球員參與玩球的能力 因為美斯附近根本沒有人 所以美斯就算在越位位置,只要沒有直接影響對方球員 就不算越位犯規了 第二球例子就是英超白禮盾對史文斯的比賽 白禮盾球員傳中時前鋒梅利是處於越位位置 梅利排在接應傳中,雖然最後碰不到球 球是直入網窩 這個情況,梅利有沒有越位呢? 雖然梅利沒有直接干擾比賽 但他已經犯了第二條的越位條例 干擾對方球員 明顯地於近距離試圖接觸皮球去參與玩球 而該舉動導致對方球員受到影響 所以無論梅利碰不碰到球 只要有衝前接應這一下動作 已經近距離影響了門將的判斷 說到干擾球員 再之前捉獎盃卡迪夫城對曼城的比賽 亦出現了一球類似的越位 當時貝蘭杜斯華在禁區外起腳 起腳一刻,珊尼是處於越位位置 皮球雖然直入網窩 但龐正舉其判珊尼越位 但珊尼沒有碰到球 而且沒有出明確的動作 例如起跳去嘗試用頭去改變方向 只是剛好經過 唯一問題是珊尼有沒有阻礙門將視線呢? 就算慢鏡也看不清楚 但珊尼在門將面前經過半秒也沒有 球那麼痕快就算有阻礙也不太影響結果 所以這球越位是有點過嚴 個人認為不應該判越位 今集球禮分析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吧!